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号啊,最近啊,给习近平写信成为了一种风潮,之前有任志强的公开信,后来又有陈平的公开信,最近两天呢,网上又流传邓朴芳给这个习近平的公开信,并且是在两会之前要公告所有的代表,那么就这件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周孝正老师啊,久违的周孝正教授来进行连线啊,请他来谈一下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周老师你好 你好 上两期的节目啊,我们也邀请您连线谈了任志强的公开信的问题,似乎那个啊,我们至少目前的判断比较像真的,那么最近这两天,邓朴芳给习近平写的这个信,首先就是也是我的疑问,也是广大观众的疑问,你觉得是真的吗 什么是真的,你问什么是真的 就是是不是邓朴芳起草了这封信,写给两会代表,写给习近平 我把这个简要内容啊,我再给广大观众朋友再归纳一下 第一就是作为两会代表呢,是保护国家人民重要,还是保护某个专权者重要 第二呢,就是两会代表有权纠正中央的错误 但是近几年,中央推出了妄议罪,今年又推出了不知敬畏罪 第三呢,当权者要定于一尊,中国是不是需要世袭皇帝 然后就是关于武汉肺炎是不是拖延了防控时间 然后中美关系恶化,中央主要领导人应该就是习近平了,又该承担什么样责任 第七,香港动荡,中央要承担什么责任 一带一路,无节制的投入 以及雄安新区现在又几乎流产 拍脑袋就决定了上万亿的工程 第15条呢,是比较吸引眼球的 这个可能也只有内部人才有的消息 说最近为了阻止老同志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居然动用军警把老同志和现任的党政大员加以特殊保护 实际上是限制了通讯,然后实际上就是建制习近平 逼两会代表,就让他们仔细考虑这个任期制问题 大家认为这是倒习派又一轮的行动 而且性的落款是邓朴方 您觉得有可能是他写的吗 事实,我先阐述我的观点 基本观点,就是事实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呢,我们叫物理事实 比如说这桌子,他就在我这儿了 这个咱俩现在手机通电话 这就是一个物理事实 还有一个事实呢,我们叫社会事实 你问我,说这个以邓朴方名义的这封所谓公开信 你问我如果是第一个层次 它是一个物理事实 当然是假的,彻头彻尾是伪的,假的 为什么呢 就是浅词造语,您一看就不像是吧 这是我的一判断 还有呢,你说这个事实,就这件事 咱们俩在这儿谈 而且有很多人都关心这件事 这件事反映的那些情绪 比如说对习近平修陷不满 对于他这个大手大脚的花钱不满 这个事实是真的 这叫社会事实 对,那么可以认为这是前一段时间 任志强写的公开信的一个延续 那您认为目前是不是中国内部的就是反习的情绪越来越高涨了 任志强那封信跟以邓朴方的名义的这封信不一样 任志强那封信 从物理事实的角度来讲很可能是真的 以邓朴方的名义给各位代表各位委员写的这封公开信 从物理事实来讲百分之百是假的 您觉得邓朴方不可能写信 搞习反习这是这是一种意义 有挺习的有反习的有讽刺习的有弯乎习的这些事都是真的 您觉得习近平就是激起了这么多的不满 那另外一种 不对你这话又不对了 激起了这么多的不满 激起了不满毫无疑问这么多 无论是党内还是说民间您的意思是说虽然有不满的声音倒习的声音 但是还有很多人支持他 对你比如说前一阶段中国的疫情得到控制 美国的疫情呢后来居上 有很多在美国留学的这些学生 他们就都回中国了 这些人你能说他倒习吗 你能这么说吗 就是这么多人这个多没有这个量化的根据 只能说相当有一部分人倒习 但是相当的一部分人挺习 还有更多的人这么大的说 那就谈到这个疫情啊 您的一个判断就是这次疫情中国政府的反应作为 以及习近平本人在这上面的决策和表现 到底是给他加分多还是减分多 刚开始肯定是减分 隐瞒疫情 这是一个铁的事实 这就是所谓的物理事实 到后来他能够制止住流行病的进一步流行 这个事实也是一个物理事实 真的 需要不需要得到赞扬 实事求是 干得好就得赞扬 我们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因为我们一再讲 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校训就是实事求是 对于邓普方的这封所谓公开性啊 网上也有不少评论家啊 也有不少媒体啊 就直言不会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说邓普方啊 以他的名义 如果不是他的名义那么还好 以他的名义人们就更会质疑他这封信的动机 说当年的六四就是因为邓普方的官岛而起 最后邓小平啊主导了镇压 后来呢邓普方的弟弟也有腐败 他的邓小平的女儿也有腐败 甚至还有倒卖恐龙化石的这个传闻 还有他的第三代吴小辉也有各种金融腐败 其实现在的体制 包括改革开放30年的种种不正常 就是起源于邓家 或者以他为主的这一批利益阶层吧 说邓普方既没有动力去反习近平 也没有资格说这些 你对这些比较尖锐的声音你怎么看 腐败并不是从邓小平开始 更不是从邓小平的他们家孩子开始 那您觉得从哪开始 我在小的时候有一句诗 我印象挺深 叫一从大海地起风雷 便有惊声白骨堆 我迷在讲一两年以前 重新学习共产党宣言 一个幽灵 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那个幽灵就是鬼魂 现在有人给发现成病毒 那个病毒里头就包括腐败 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这是一个人类的一个普遍真理 或者普遍规律 这个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这不是从邓小平开始 更不是从他儿子开始 你也不能说是从毛泽东开始 但是毛泽东是一个里程碑 您说他不腐败吗 您觉得腐败的基因根植在 共产党宣言里面了 不是宣言 是腐败是根源在中国的 或者说叫人 这个根源在人性里头 人就是介乎于天使和魔鬼之间的 两族动物 用中国的话来讲 人非圣贤 熟能无故 那么腐败是人性的一部分 相当于病毒 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一样 那么共产党宣言不正是要 扫除一切的不公平 打破一切的枷锁 把一切的神仙 及绝对权力拉下马 那为什么会导致后面 它造成了世界的腐败的巅峰呢 对 这个用当时的一个理论叫异化 异化的理论就是说说得好听 最后你比如腐败反腐败 反腐败的人 比他反对腐败 还腐败 共产党宣理的那个一个精神 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不屑于掩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我们公开宣布 我们就用一切暴力的手段 来推翻人类的一切现存的制度 这就是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这是共产党的一个 从根儿来讲就是一个错误 我有一个老朋友 人家是专门研究共产党党史的 名牌大学的两个博士学位 他拿了两个学位 一个是哲学的博士学位 一个是党史的这个博士学位 都是政府八百上 当然我不是说我迷信博士 不是 因为我跟他接触过若干次 他这个学问做的相当不错 比如说他跟我说有一个词叫黄叶 黄叶简单说秘密档案各种文献 他就跟我讲以后我可以请他来跟你们讲 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哪来的 共产党宣言哪来的 他的落款是马克思恩格斯 大概已经有100多年了 是吧 那么这种共产主义的这种思想哪来的 因为马克思那时候写国产宣言的时候 他也就是二三十岁 他们用古德语交谈 德国人都不见得听懂古德语 相当我们是这样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也不见得能看懂 这个比如资质通鉴 我们也不见得能看得懂这个义经 这些我们2000多年以前的这种经典著作 德语也一样 现在的德国人 现代德语他们知道 可是人家呢 这个马克思这些人 五六个人吧 四五个人 因为古德语交谈 保密 因为他们是命令组织 以后呢我就要请他来讲 为什么呢 因为古德语 我不是说古德语 他们用的古德语 连德国人都不见得知道 但是这些 为什么我说他们做协议都非常棒 他们是确实是非常严谨 把古德语翻译成德语 把德语再翻译成英语 从英语翻译成汉语 所以今年我一再讲 今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 明年是二十一年 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一百年 今年是二十零年 是成立一百年 当时怎么成立的 共产国际 有远东局的一个支部 我们就是共产国际 都叫第三国际 都叫共产国际的远东局的一个支部 这个支部派到中国来 两个也是年轻人 我估计是不超过四十岁 对 这个我们在网上最近也有类似的数据 说当年共产国际派了两拨人到中国 一个是德国人 后来是苏联 各带了一万美金和十万美金 当时和现在的比价大概是一百倍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支部 是完全靠外部的晶圆迅速建立起来的 这些您跟他讨论过吗 对啊 他我不是这么解释 我不刚才跟你讲吗 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 现在我们要讨论问题是什么呢 这幽灵啊 他不走了 现在德国没有这幽灵了 你看德国去 去找了去 没了 俄罗斯也差不多了 没了 他是不是和中国的 比如说啊 就类似于新冠病毒和人体 比如说什么A12细胞特别契合 那这个起源于德国的这个共产主义幽灵 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专制土壤比较契合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用中国人 用中国老百姓的观点 就叫乌鸦落在猪身上 不要光看见对方黑 用我们社学的经典理论 就是社会互动 就是说有外因还有内因 这个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马克思练义主义 当然是西方来的 德国当然在西方 俄罗斯也是属于欧洲 虽然他的三分之二领土在亚洲 但是他四分之三的人口在欧洲 传统上俄罗斯是属于欧洲的国家 所以他是从他百分之百的西方 所以前些日子说 我们不要西化 谁西化了 你看那马克思练义主义 跟我们中国有什么关系 马恩列斯四个养老头 一句汉语都不会 完了他们的思想 就成了我们中国人的指导思想 这叫自废武功 这叫没有尊严 那您觉得在当年20世纪早期 除了马克思主义思潮 那如果不以马克思主义 不引入这个 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来 那您觉得哪种思潮会获胜呢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吗 还是现代宪政思想 现代的大陆已经基本不复存在了 你想想从五四 1919年五星洞 就所谓打倒孔雀典 到了文化大命 原来叫文化革命 后来改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把中国这点所谓传统文化 基本上给扫荡的差不多了 所以现在中国的这个文化 应该说是一个四不像文化 或者用官话说叫中国特色的 中国特色您可注意 实际上它不是说什么西方 也不是属于这个俄罗斯特色都市 中国特色四不像 这个传统的所谓文化 你得说什么传统啊 中华民国在台湾 他已经成立了109年了 他有15任总统 第一任 袁世函 第15任总统 川英文 中国死了都说 我们要见马克思 你说这些人 还有国格吗 还有人格吗 你们是中国人 你们死了之后 见中国的老祖宗 还老说人家是什么卖国贼 什么汉奸 我就问你 死了想见马克思的人 什么人 那我们来说一说 这个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结合以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您在80年代 你们当时也是第一代改革开放出的大学生 你们听到的邓普方关岛的消息多吗 或者是整个中共高层的腐败消息是怎么样的 他们家的信息突出吗 我们对于这个共产党这几代领导人 远的咱就不说了 远的陈独秀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 一共到现在开过19次代表大会 从一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直到第五大 全是陈独秀的 所以陈独秀人家看了一大到五大 五次 六大 在莫斯科开的 那一大五大一个都是在中国开的 六大跑莫斯科去了 你这七大 六大到七大 少几年没开 到现在我们开过19次 你们想想 所以说中国的这个49年建政了 所以说毛泽东大家都知道第一代用新中国以后或者说建政以后呢 第一代领导人的头老大一把手那就是毛泽东主席什么主席啊 我一再跟他们讲那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简称毛主席 同时他又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第二个主席当然是华国锋 他们就不知道了 给忘了 人家华国锋是第二个主席 第三个主席是谁啊 中国共产党主席啊 咱们没说总书记也没说副主席 谁啊 胡耀邦同志 我们称之为胡主席 完了第四个呢 江泽民主席 有人说邓小平当过主席吗 没有 有说邓小平当过总书记吗 总书记两个意思 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组书记相当于一把手 相当于主席 小平没当过 小平当过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那时候叫七大领袖 叫毛刘周珠陈林邓 邓小平总书记 他叫七大领袖 有人说你怎么记这么清楚啊 那边有领袖像 我从小村就有 那八十年代就是网上对这封公开信的评价 以及对邓小平或者邓普方的评价 你认同吗 就是当时六四是因为反观导 反观导又以邓普方为的康华公司为代表 那么他的邓小平的女儿叫邓南还是什么 在贵州好像也参与过倒霉口龙化时 当时你们对这些传闻 就是说的多吗 这种分析我本人是绝不认同 他六四在这事 不是因为说去反观导去了 我认为都是误导 我本人不认同 其一呢 就是中国用毛泽东来讲 我们中国的这体制叫什么呢 叫马克思加秦始皇 他自己说的 所以说毛泽东呢他是搞分裂出身 那边有一个中华民国 他在1993年的时候 他居然就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埃共和国 他自认主席 他那货币 头像是列宁的头像 这叫不叫卖国啊 文化大名 他是文化革命 他是革了文化的命 后我就一直到现在 都71年了多 你看他把文化的命给革了 什么儒家呀 中国的传统文化 基本都给糟蹋的差不多了 你想一想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国家 我刚才就说了 说的好听 中国特色 说的难听一点 说不像 所以说刚才你说这个 这个邓鼓方的这封公开信 为什么我说他是假的呢 他一看你看他都是假的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 叫做 是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重要呢 还是保护某个专权者的权位重要呢 这就是伪问题 他所谓 还是保护某个专权者的权位重要 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 国家主义 居委主义 习近平的东西 他指的就是这个 不像体制内的口吻 根本就不是中国人的口吻 说宪法明确规定 两会代表有权监督和纠正 中央政府的各种错误决定 什么时候中国按宪法干过事 现在我就问问你 你现在你打开你的那个手机 你的那个微信 是不是随便给你删贴 随便给你封群 我问问你那宪法 三十五条那写的轻易熟熟 公民都有表达的权利 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特别是毛泽东说过 毛泽东作为一把手 说的什么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言者无罪 闻者作戒 有则歹之 无则加美 我问问你 言者无罪还是言者有罪 包括任大报 不就说了一句话 他那话我们也不同意 但是人家说话是人家的权利 怎么样 所以说像这个冒充 邓普方写的这封信 你想想 他可能吗 你这邓普方比我大几岁 北京大学的学生 智力相当高 经验也 也不错 而且他属于 副国级的干部 他就能说这话 完了还说 中央又推出了妄议罪 今年又推出了不知敬畏罪 这罪收在那种法的语言 人家推出来了吗 你去看看 那个中国人民 这个中央人民国刑法 或者说这个宪法里有这罪吗 人家只是一个 内部的一个给这些扣帽子 应该说 给这个 这个这些所谓党内的扣帽子 贴上网就扣的多了 那是共产党的习惯 所以说 为什么说大念 大家祷念 龙小邦呢 人家华尔邦就讲了吗 不打棍子 不扣帽子 不扯不纳 三不四不 当权者要定一尊 谁说的 那定一尊 是一拍马屁的人说的 不是人家习近平自己说的 更不是党章 也不是宪法 我国的一尊 究竟是皇家世袭的皇帝 还是民选的总统 还是党内公投产生的总书记 其一弯都不是 那他又是谁呢 这些词都不是一个党的高级战博 像 动武方战人的这词 说 请问 我们的一尊究竟是皇家世袭吗 你这不是废话吗 对不对 一百零九年以前 人家末代皇上退位了 下一诏书 退位诏书 还用说吗 说现在 是皇家世袭的吗 当然不是世袭的 那是因为习近平是皇上 所以习近平就是皇上 是吗 这是一个伪问题 糊涂问题 像这种语言 邓古方这样的 北京大学的高台生 他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你想想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我在1976年的1月8号 当时的周恩兰总理逝世了 过不了多久 出现了一件总理遗言 后来就查 大案要案 公安部一号大案 查 谁写的 查出来了 谁写的是杭州的一个工厂的工人 水平估计也就是书中别 就他写的 找出了 原来还一直为是个团伙 因为当时有四人帮 他们觉得这党内是不是有反对派了 他们也烦过敏 所以就让查 查出来了 左问右问 就他一人 你们可以看一看 那个总理遗言 那口气 那行人一看 咋摇眼呢 那个总理遗言 那初中生 造的那个仿照周恩来的口气 写的总理遗言 全世界好多大报都登了 我跟你说 那水平比这高多了 比这邓古方 两会代表一风不关系 高多了 所以说人才有 冒充的这个领导人的口气 写道 这个武汉肺炎已蔓延到全世界 中央是否拖延了防控时间 又是否向公众隐瞒了疫情 我们该不该给全世界 人民有个交代 谁又该对这次疫情失控负责 这还用说呢 你想想 那当然是 习近平要负责了 他自己说的吗 他自己说的 我是亲自的来这个抓这个工作 还亲自的来这个治愈房 还是什么 他自己说他亲自 你要是中国的一把手 中国有了成绩 主要的功劳 就是习近平同志的 如果有了错 主要的错就是习近平同 还用说吗 权力越大 你责任越大 就这么简单吗 对对 所以说你就去看见 从这一到十五 你好好看看 哪一条可能是邓普方的口气 你只要有点智力 有点经验 你都知道 彻头彻尾的造谣 但是反的什么呀 他反的情绪是真的 你说有人要追究谁的责任 或者是有人说倒习 或者说批评习近平 这有 比如说不经全国人家批准 也不经过专家论证 中央主要领导 凭几个人的建议 就拍脑子决定 上投资上万亿 来建一个雄安地新区 这有什么行为 如今项目流产了 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 那我问你邓普方 人家治理极高 这场比我高 还问着我这问题吗 但是我一旦是个社会事实 就他这信出来了 大家愿意传 咱俩还愿意讨论 这是个社会事实 这是百分之百是真的 或者说中国大陆有小粉丰 有毛吉左 有这个义和团 红卫兵到现在的 所以小粉丰 这是一传统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老先生 今年六月份 九十高龄 自中云老师 他讲的那个话 非常平和 他不像我 有的时候讲话比较火爆 他讲话非常平和 非常讲理 那你觉得这种部分的社会情绪 会在两会上反映出来吗 不会 绝对不会 为什么 人大代表有不到三千 还有政协委员两千多 一共五千个 那些全国人大代表 和全国政协委员 那都是官 那都是干部 如果这些代表里头有这个 反映这种情绪的 他就不可能当上 尤其 这么多年 所以最近有人问我吗 说有一百个中国的大学校长 关于这种疫情的事 他一言不发 我说对了 这叫英雄所见略同 这种事 你说什么 中国有一句话 叫病从口入 祸从口出 人家这些大学校长 人家还不知道这事吗 那您是他们这种 全辱沉默了 不是支持 这跟支持完全 你这问题就是没问题 我干嘛要支持 我一描述告诉你 我跟你介绍一个现象 一个事实 就是一百个大学校长 一句话不说 这就我支持了 现象您觉得可悲吗 还是说 可悲 当然可悲 那幽灵到了我们中国 我们作为中国人 我就觉得很可悲 而且一百多年不走 更可悲 那也像有一些媒体人所说 就是假如是邓普方写这封信 那么他可能根本没有资格说这些 人们也不会因为 反而会因为是他写的更加的反对他的说法 因为他当年就是因为从他们的腐败而起 这种分析啊 我认为啊 比较浅薄 我一再说 这中国的比如说六四 他不是因为邓小平 以及他儿子的腐败所引起来的 他不是那么回事 他是一种思潮 或者叫极左 或者叫极端 从世界来讲 从法国大革命开始 极端的 走极端的这种思潮 他是人类的一个思潮 从比如说现在你到美国来 你就知道美国有白左 白左就是主要是民主党 所以我们一再推崇 英国804年以前的光荣革命 或者叫大宪章 我认为这是人类的正路呢 就是虚军共和 完了就是君主立宪 立宪君主 最后到美国来 400年以前 有欧洲的几十个家庭 人家坐一条船 这条船叫五月花 到了美国 人家建立了一个五月花号公约 最后就给美利坚和尊国打卸基础 最后就成立了 后来又有美国宪法 一系列的东西 所以说英国美国的路是正路的 人间正道是苍苍 就这一策 而不是法国大革命的路的 更不是十月革命的路的 也不是我们中国人 1919年的五十金重的路的 那么您觉得接下来 从2020年这个两会过后 中国的路是向何处去 2020年是一个口 这是一个分界线 相当于二十七大战 总说战前战后 二战前还是二战后 所以现在就是温战 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冷战 它也不是新冷战 它也不是热战 那什么战呢 温战 温战就俩意思 一个是温度的温 一个是温义的温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面临的东西 就是不要让这个温度再升了 再升就变成热战了 热战什么意思 热核武器 温战轻烂都都是热核武器 对不对 那得降温 冷战吗 也不大可能了 因为你现在人类的社会 通过2020年这场事 它退不回去了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国际关系都退不回去了 所以现在的真问题 就是这些有责任感的人 自己认为还自己有点知识 还愿意分析的人 大家一会儿应该一致来分析分析 怎么变成温度升温 千万不能升到热战 在降温 我的降温呢 我对降温的认识就是第一步 还是那句老话 充分的认识过去 我们可以弄清现状 深刻的认识过去的意义来 向后看 是向前见 是我的一个认识 最后反省 谁没有资格 人家邓普方 人家是一个 应该说也七十多岁了 我估计 对吧 可能接近八十岁的一个老人了 人家怎么就不许说呢 如果真是他写的 那也是人家的权利 但是他冒他的名 冒中共党员邓普方 这冒名都是比较幼稚的 对 那么如您所说 两会代表也不会有类似的声音 因为疫情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又显得很紧张 习近平又频频的 比如说视察西安 有人认为 他这个要西迁 当然我认为是一种精神上回归大秦帝国 您觉得接下来 那不可能像您所说的温战降温 好像是要逐步升温的形式 特别是外国又是八十国联军索赔的情况下 那您觉得这前景乐观吗 这种命题全是伪的 不是自相亦相情愿 为了博取眼球 难听一点 为了骗钱 他就掀起了 他就想着要西迁了 就跟八十人军打北京 西台欧 跑了 哪有这种事 他为什么要说这种损人听门这种话呢 还是那句话吗 他不就想骗点钱吗 你想想 那不说西迁这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目前面临疫情和国外的矛盾 有点类似于晚清义和团的景象 因为要统一台湾 最近媒体上又在热炒大秦帝国 这个已经炒了好几年了 台海局势也很紧张 所以接下来的局势 在我看来并不是很乐观 局势会急速升温 您看 您怎么看 再加一点 因为像网络上 包括伪造邓普方这种 以改革开放来批判习近平的声音 那么似乎也越来越多 被人们认为站不住脚 当然我之前也表达过类似意思 习近平实际上是从邓小平那个年代 直接造就了现在的习近平的这种局面 那接下来就是他更加会 把改革开放的政治话语给完全推翻 那你觉得接下来他会怎么样 这种这个原因很简单 恶性互动 习近平同志误判 也就是说他在前两年他修宪 你修宪干什么呀 你就干吧 你干到二十大 如果你想接着干 你就接着干呢 你修宪 你这不是误判吗 你这不是惹人 这不叫找事 没事找事吗 用胡锦涛的话 不懈怠 不动摇 不折腾 这叫折腾 你就还是应该按照 邓小平那句话吗 叫增加信任 扩大共识 减少麻烦 不搞对抗 叫做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什么意思啊 美国人不知道 因为这句话是一个中国话 韬光养晦就是战略欺骗 做二争一 你本来是老二 你就老二吧 现在你想急着 就想变老大了 可能吗 那不又是一个误判吗 所以我赞成胡锦涛那三句话 不屑戴 不重要 不折腾 我赞成胡锦涛总书记 一上台就讲两个务必 叫务必要谦虚谨慎 不叫不造 对 习近平同志 对这两句话 做的不够 他不谦虚 他也不谨慎 有些地方 他又叫又造 你改去邓小平 操管养会 你那个绝不出头 你改这个 你等于改了基本国策 到时候吗 没到时候了 这回就 他就出毛病了 所以我一再讲不折腾 你折腾什么 你折腾 你把这点夹底都给折腾光 那您觉得到时候了就可以折腾吗 什么时候算是到时候 到时候也不要折腾 不到时候你更不要折腾 你不是此起 由于不学无术 浩大喜功 是吧 这个 这个 居然在120年以前 190年 跟他建交的 大概有十来个国家 宣战 你这不是欠造吗 你 而且你的太监 那些太监都是人格扭曲的人 他们把 那个当时十来个国家住 大清朝的大使 他给人折磨 还给折磨死了好几个 我问你 那八国联就不打你打谁 你想想 我就问你 现在如果 有一个国家把咱们中国的 大使都给折磨死了 那我不打他吗 这个你这个大清朝的皇上 你狂妄 用咱们中国老子的话欠揍 你想想这道理啊 玩了义和团 红卫兵 现在叫小粉红 干嘛 杀人家传教士 杀人家信教的教民 这老说中国有汉奸 哪有啊 真正欺负中国人的是谁 你以为是羊人吗 真正欺负中国人的 就是中国人 你以为 义和团刮伤羊人吗 他们打了几号 扶清灭羊 实际上他们人 杀的人最多的就是中国人 对 自己的人杀 羊人杀了不到两百 中国人杀了二三十万 大概 就是嘛 周教授呢 也非常详细的分析了 网络流传的所谓 邓普方给两会代表的公开信 那么周教授认为 这信可能 肯定是假的 但是这个社会情绪呢 还有部分是真的 那么最后我们想请周教授 您想对这次两会代表 有什么规予 或者说对中共的中央吧 未来的道路有什么建议 我对于在两年之前 人杀代表 就是开会的时候修宪 我就非常的不满 人杀代表不到三千 还有 当然政协委员没有这权利 人杀代表不到三千 完了就修宪了 而修宪 根据中央电视台的转播 一张队都是一米八左右的小伙子 背精神 拿着枪 在这个好像人民大堂 转一圈 这干嘛呢 这叫炫耀武力 你跟谁炫耀啊 你要跟美国炫耀一半 是吧 你跑到人民代表大会 像这些三千多个 三千来个人杀代表 炫耀武力 像话吗你 我要是人杀代表 我立即离奇 我走 所以说你像这种代表 你说你还对他们有什么 希望 我没有任何希望 非常感谢周教授 这次接受我们的连线啊 看来他对整个事情的看法 就是这样 对中国两会代表非常失望 对未来的路 采用了一种 懒得去管的姿态 那我们 不是懒 我不懒 我非常勤快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 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周教授 出现我们的连线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根据屏幕信息 给我们咖啡打赏 左边是PayPal 上方是PayPal转账邮箱 下方是PayPal Link 右边是微信转账二维码 PayPal公司在中国大陆 有官方网站 中国大陆用户可以直接注册 好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